大家好 昨天有观众给张太公留言 祝我小年快乐 我突然才记起来 这马上该过春节了 在这我也祝大家小年快乐 按照中国的传统 从蜡月23就进入了过年的时间 我这个还是挺有印象的 因为我们家对蜡月23造王爷升天 还是比较重视的 从这一天开始 家里头也开始正式的 开始准备过年 然后我母亲的时候 就会在蜡月23 这一天就是砸点丸子 然后做点菜 然后放在灶台上 点个箱 感谢赵王爷 这个仪式感还是挺强的 晚上也会有一些人家放一些鞭炮 我记得从蜡月23以后 家家户户都开始忙起来 我指的是那个时候 现在呢都被商业化了 大家体会不到 那个时候全是自己动手 我们家那时候呢就开始准备收拾房子 打扫卫生 拆洗被褥 擦玻璃 贴窗花 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炸那些吃的东西 油果子了 麻花了 那些要炸好多的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 这时候呢一些肉制品开始卤制 杀鸡杀羊 宰猪呀 像我们这小孩呢 就帮着父母呢 去洗那个下水 就是羊砸碎了 羊头羊蹄 猪头猪蹄的这些东西 都是我跟我哥干 那时候也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从蜡月23 就是真正的进入了过年纪 讲到这样的 大家也不要误解啊 不要以为家家户户都可以宰羊宰猪 它不是这样的 那就是有的人家勤快 然后这个也有这个条件 那就一年养一头猪 到过年的时候就要杀年猪 像我们家呢就是父母能干一点 就是养的有鸡有猪有羊 这些都有 也有这个条件吧 那么像猪这样的 我记得就是杀了以后呢 基本上呢就是自己家留一半 然后过年吃一部分 然后把别的肉呢就腌制起来了 这一年就靠那吃呢 另外的半个猪肉呢就卖了 就是这样的 但是在这个70年代的时候呢 就是农村呢 已经可以搞一些养殖的副业 但是它有限制 你比方说这个鸡 你不能超过多少只 猪你只能养一个 养你只能养几只 是有规定的 不能说是你想养多少就养多少 那都是80年代以后了 所以我说的这个事呢 也不是家家户户都是这样的 就是个别家里头条件 还比较具备的 也就是那个父母肯干的吧 家里头呢 这个住的地方呢 也大一点的 具备养殖条件的家里头是这样的 那么更多的人家 就没有这些东西 我说的呢 这是我们家的情况 这个不代表多数 在我的印象中呢 就是我们那个居住区呢 能像我们家这样 年年杀年猪的人啊 可能连三分之一都不到 我说的主要就是这个 70年代的事情 11到80年代以后呢 慢慢的这个日子也就好起来了 但是后来这个年也是越来越 没有意思了 因为那个六七十年代 可能家庭生活条件也不太好 小孩呢 就等着这个过年 吃些好东西 然后就是穿一身好衣服吧 就是对这个过年啊 非常期盼 干活也非常累 但是很有意思 包括在这个时候 我们都是自己家熬糖啊 那时候供应的糖比较少 就是我们自己呢 有熬的甜菜糖 有熬的这个麦芽糖 还有熬这个包裤糖的 都是我们自己家啊 实际那些工艺 我现在都会 从小都跟着干嘛 还有什么炒瓜子的 什么那些东西 全都是自己弄 好像整个这个过年啊 从这个烙月二十三 到年三十前呢 就是准备这些 吃的喝的用的 包括去走亲戚送的礼 在这之前都准备的差不多了 然后年三十呢 一家人做的一块 就是包个饺子 吃个年夜饭 然后说大年初一开始 就是家家户户 串着这个去拜年呀 弄什么 还是挺有意思的 那么现在呢 这个习俗是越来越淡化了 特别是这么多年 在中国大陆上 这个东西南北的差距拉开以后 人们成了一个中板式的运动 西部跟北部的人呢 春天以后到南方去打工 然后到春节前呢 回家过个年 实际这个回去啊 很多人也就是待一个十天半月 有的为了早点早工作 回去就是待上一个礼拜 就又返回东南沿海了 这个也确实是中国人的一个习俗吧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那么就是这样一个年 现在呢 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这是一个中国的大五毛 叫孔庆东 可能大家都知道 这个孔庆东呢 是北大的一个教授啊 他还是北京大学文学博士 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他也是个中国共产党员 更是中国最出名的大五毛 他可以说是一个坚定的毛粉吧 他非常欣赏老毛的那一套 而且他也挺薄熙来 而且他现在在国内到处鼓吹呢 朝鲜弄得非常好 他是坚持老毛那一套的 经常讲一些非常出格的话 让我说啊 他就是一种复辟思想 就是把中国呢 还想带回老毛那个时代 就是这样一个人 那么这样的人 他既然是北大的教授啊 而且经常出现在各个公开场所 鼓吹他的这套理论 我不知道中共的用意是什么啊 因为你现在这节政府 你习近平呀 等等呀这些 你还是说要改革开放吗 还是说要发展经济吗 甚至习近平还创造 中华民族的伟大福幸呢 还要这个发扬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呢 那么在这个时候 为什么允许孔庆东江的人大放厥词呢 我都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的奇怪的 那么北京时间2月5号 孔庆东呢 又放出来一个奇谈怪论 他是这样说的啊 建议立法禁止粘液饭 就是说呀 中国呀应该立一个法律 不准人们呢 去吃这个粘液饭 这个隐藏的很多意思呀 可能就是你也不用回家团圆了 粘液饭叫什么饭呢 又叫团圆饭了 对不对 那么他的意思就是 你这种观念就不要要了 要以国家为家吧 你这个小家呢 你就别回了 我要立法来禁止你去吃这个团圆饭 那你回家干嘛 对不对 中国人过年都知道嘛 子女再远 那么到年30这一天呢 我们回家聚到这个父母旁边 来一块吃顿团圆饭 现在这个时代来说 可能就是一年唯一的一次团聚吧 那么他竟然要立法把它禁止 而且他说了理由有三方面的 第一个呢是 每年吃粘液饭 都有许多人吃的上土下线 到医院急诊 严重着抢救无效 含恨离世 二呢 吃粘液饭都要喝酒 喝醉的就容易打架斗殴 甚至发生命案 严重破坏社会和谐 第三呢 先进文明国家呢 都不吃粘液饭 中国仍然保留这个野蛮落后的习俗 严重影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所以我看到这以后呢 我就觉得很奇怪啊 那你前面两条呢 还有点牵强吧 对不对 你吃坏的肚子 可能要到医院 然后喝高的酒 可能会有些治安失业 然后第三条 你说是文明国家都不吃粘液饭 难道说我们国家就不是文明国家吗 那么号称的四大文明古国 中华文明五千年不间断 这个话又是谁说的呢 对不对 难道说我们过程觉 这个就是野蛮落后的习惯吗 那你这个定义 是不是有这个 从央媚外的嫌疑呢 而且你后面又说了 严重影响中华民族的伟大父亲 那么中华民族的伟大父亲是什么呢 不就是复兴这些优良的传统吗 你家庭团圆 家庭亲情为纽带的这种 中国式的情感 难道说这个东西是一个野蛮落后的习俗吗 对不对 那么你这个意思是不是 还是要像老忙的样 把所有的旧习俗全都砸掉的 那你这个论调 是不是跟我们习主席倡导的这个 又是有矛盾呢 对不对 所以他这个话呀 讲的让人就是 摸不着头脑 特别是第三条 既有重阳媚外的意思 还有贬低中华民族的意思 我觉得他这个真是有这个 辱华跟媚外呀 同时存在 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论调 我就不知道他到底的用意是啥呀 我看他这个底下的留言特别多 当然有像张太宫这样的 就是不理解他这个说法 甚至是不赞同他这个说法的人居多 那么还有一些人说 孔庆东这可能是说的反话 他从这种反的方面来 来提醒当今圣上 就是要保持中国传统 所以呢 我不敢苟通啊 我从他的多年的言论来说 我觉得这就是他的真心话 他就是想标新立异 就是像老毛一样 要婆私旧 要砸烂那个旧世界 建立我们的新世界 大家想一想 中国这个文化 几千年传下来的东西 什么时候断掉的 就是从1949年以后嘛 这开始把那些东西全都砸烂了 所以 孔庆东他们的意思是啥 就是要挖断中华文化的根嘛 现在既然他就提出意见 要禁止吃年夜饭 哎呀我不知道他这个论调啊 在全国有多少人支持 假如说中国人再不让吃年夜饭了 那这个中国人已经不叫中国人了 我觉得他这个思想真是有点辱华呀 你想想呀 国内那么多五毛那么多粉红 抵制阳节 抵制圣诞节 要过中国自己的节日 中央政府也是鼓励过自己的节日嘛 过什么清明呀 重阳呀 把这些中华民族尊老而幼的东西呢 要发扬光大 那么春节呢 更是中国人的一个心中最最神圣的节日 现在要否定他 什么意思 说到这呢 我记得就是 谁说的啊 要把一个国家弄垮呢 就是破坏他的文化 就是怕他这个文化弄得乌七八糟 这个国家呢 他自然就灭亡了 因为他搞不清楚自己是谁了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话讲的非常有道理 现在啊 在中国啊 充斥着一大批这样的人 就是说一些啊 让人是搞不清南北的东西 说一些奇团怪论 就是要把中国人啊 搞得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 这样的人很多呀 你看那个 孔庆东呀 司马南呀 胡锡进呀 这些人 他们是一大包子呀 而且各个的侧重点不同 就是这样的 你像我们近年 我们来回忆一下 在这个军事外交方面 就是金三荣 还有一个代序吗 什么 对不对 你看那个金三荣一说 以后这个全世界啊 就分两个国家 一个是中国 一个是外国 中国人说的那个双赢啊 就是中国赢两次 还有那个戴旭吧 一说那个中国军移动强大的不行 看两中间是谁说的 又说 中美要是开战 就是两小时 把美国这几十年的太平洋部署的这些军力啊 全部给他打瘫痪 你想这种话 你是让习近平信 还是让习近平不信 对不对 然后还有那个胡安高 说是中国的国力啊 已经全面超越美国 这个话是真是假 习近平是信你还是不信你 对不对 然后还有这个集团观论 就这几天出来的 对不对 你像那个李毅一说就是中国死四千人就跟没死一样 还有前两天更奇怪的那个胡叼盘为中国没有给老百姓发那个救助金 既然说的都发钱就等于不发钱 那么这种理论就是完全是挑战中国人智商的 竟然呢也有很多人就相信了 认为中国有些人的这个智商呢 也确实是这样的 就是这种奇谈怪乱 你都相信了 今天我看到他底下那个评论啊 还是有一部分人呢 赞同孔敬通这个建议的 所以 咋说呢 中国的这个事情啊 哎呀 文化一段乱了 确实 中国人的这个思想呀 也就乱了 也就是让上面的这些统治阶级啊 咋样忽悠你 都有人跟着信 所以每次我看到这种荒唐的事情以后呢 其实心里不是个滋味 我觉得一个人啊 他不管是富有 他还是贫困 他对这个事物呢 他应该有一个最根本最原始的看法 就是拿一种朴素的道理 拿一种自然法则去看这个东西的好坏 不要什么高深的理论 就是拿一种自然界最普通的法则来看的 我觉得这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一个最初始点 对不对 你比方说这个母鸡付了小鸡以后 他自然就会爱护他的这个小鸡 这就是一种自然法则嘛 到我们的人类身上也一样呀 父母养育了我们 我们走到四方 然后在今年过年三十 我们团聚的这一天 聚到家里头吃个团圆饭 那么这也是一种凝聚亲情的一个纽带吧 那么你既然要把它建议立法废除 真是我福气了 那么我想更多的人呢 跟江太公是一样的 对这些荒唐的事情呢 是持一种看不惯的态度 我们大家可能也都认为吧 这种荒唐的事情也是历史的一顺吧 我们就希望这个历史的一顺呢 快点过去 使我们呢都过上一个正常人类社会的生活 好吧 在这里呢 再祝大家小年快乐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